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探口海鲜烧烤的工总 也是一位年轻的九五后 抖音玩得非常好 请我们几个同行朋友 一起过来吃烧烤 现在是六点多钟 已经坐满了人了 年轻的工总正在忙碌着 这个生意太火爆了 太火爆了 都是人 都在等餐 在前面这个忙碌的穿肉的 是我们的老板工总 也是一位年轻的九零后 工总问一下 你来自我们湖北哪里 恩师的 恩师的 是自己开这个店开了多少年了 三年 听别人说你是九五后 九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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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厚生口味啊 九六啊 现在开店开了三年了 这声音相当火爆 谢谢谢谢 做事也非常细心看 四必公心 这是我们青年人的榜 没有 没有 谢谢 这边现在出汤都出不营了 我们准备开吃了 大家看 一大桌子 放开肚皮去 大家好 我们早上喝了 干一杯了 东北人喝就哪是杯子喝的 都是瓶子喝 我那个吃 来来来来 干 他们正在啃他们家的小龙虾 特别超值啊 299套餐 两盆小龙虾 一盘油焖的 这是油焖的 这是一盆蒜蓉的 总共是六斤的 六斤小龙虾 然后299套餐里面 还有四个凉菜 四个凉菜 然后再送凉面 超值啊 看我们各位大咖吃的精进有味 就知道这个味道绝对差不了 这是我们东北的自媒体朋友 阿华 看阿华吃的多香啊 东北人都这么是烧烤的吗 太豪卖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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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六点多钟啊 就已经坐无虚席了 他们家的特色就是烧烤 跟小龙虾 好